11月19日,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一法案罔顾事实,颠倒是非,违反公理 玩弄双重标准插手香港事务,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方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 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不会得逞 到头来都只会是枉费心机一场空 我们正告美方认清形势,悬崖勒马 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该案惩罚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,干涉中国内政 以免引火烧身,自食苦果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,中方必将采取有利措施 予以坚决反制